在這邊我真的很歡迎菁姐總算來回來了 因為我真的希望那個演藝圈熱鬧一點 然後多一點主持人 然後蓬勃一點 然後今年 好 為了妳 我一定要拿到金鐘獎 她還說妳的節目本來好像是她的喔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她的助理想要巴結她 所以就說謊吧 因為妳也知道身為她的樹林 應該是要戰戰兢兢的 所以妳對菁姐有什麼話說嗎 我覺得菁姐就是我非常非常歡迎妳回來 而且我很期待妳的新節目 到底有多好看 明年真的可以入圍金鐘嗎 哈哈哈哈 因為如果姐夫要上節目 怎麼可能會先上她的 當然是先上我的啊 所以姐夫到底有沒有要上妳的啊 因為我的那個這次入圍的CD想聊 可能會即將要做第二季 然後我名單已經在討論了 然後我已經問過姐夫 我說 雄姆妳可不可以願意來 他說 of course 就是我對我的姐夫做任何要求 她都會說 ok no problem 前陣子那個 西元的那個派廣告照片出來 超美的 妳有沒有邀請她一起上節目算了嗎 有沒有這個計畫 估計合體在這間 對啊 我 我連 因為她畢竟是CD想聊的製作人 所以她就說 那個大小一起走紅炭 然後剛好大小也一起合體 她說我不要啊 我沒有要跟人類直接性的接觸 她就是 我不知道 她就是想要過比較低調的生活 所以我上次有說 她說不然就是那個 歐巴給你 陪你走那個紅炭 我說 也不用這樣硬塞吧 人家歐巴也是大明星 不要亂塞好不好 好 她上次拍完那個廣告 我就 因為我有去現場看 就是給她一些信心 因為不然她就覺得說 會不會太久沒有工作 她會有點那個擔心 我說我陪你 我就正在現場 真的在現場陪她 然後那照片只要拍 然後一有出來 我就說 然後就一直吼一直吼 然後吼到那個廠商就說 有有有 欸 姿姊我們有看到 哈哈哈 可是那天就拍得很順利 然後我就想說 她應該會覺得說 欸 接下來好像可以跟觀眾見面了 可是我問她 她還是說 我不行 我覺得這樣就差不多了 那樣要做自己的事情 對 她接下來要生日了 所以就要放棄了 喔 對 能不能幫她祝福一下 她有鄭重的警告 然後你也知道她的個性啊 她就是有鄭重的警告家人 而且還不是她親自警告 就是讓她請 姐夫嗎 她請姐夫來警告我說 那個就是 你姊姊說她不要過生日 我說那可不可以不要過生日 但是家人一起吃個飯 她說 我去問問看 然後後來 我又在 她後來 姊夫又在跟我講說 如果只是單純的吃飯的話就OK 但是千萬不要 有讓她看到蛋糕這個東西 可是姐夫應該是一個很浪漫的 很浪漫 你覺得姐夫會做什麼 或者你之前看到姐夫浪漫的行為 我現在我都跟我 哎 我每次講太多他們的事 我就想說那個 會被罵 對啊 因為你也知道我姊姊我很怕她 但是我只是希望我姊姊可以幫姊夫 買一個護腰 怎麼說 什麼意思 這樣不太好吧 不是 因為就是我姊姊就是 她 她 用力過 對啊 是姊姊要怎麼的嗎 不是你們不要誤會 對是因為我姊姊常常就是很喜歡躺在床上就是看劇啊 或者是躺在床上什麼什麼吃飯啊 然後因為現在有了那個姊夫的存在他就會撒嬌 因為他以前還可以憑自己的雙腿走到廁所上個廁所 然後他現在都會說 歐巴 然後就是 好像他自己動不了 然後那個歐巴就這樣彎腰 然後把他這樣抱歉 然後帶他去各個地方 就是不要管別人怎麼講 就是我現在的狀態 你自己滿意 你自己看得開心就好 所以就是你一旦對自己有自信的時候 有自信的時候 你穿什麼 什麼樣貌 你都會覺得自己很漂亮 天啊 那你的女兒就是遺傳 你要三女兒再次跟你開口嗎 他就是很有自信是嗎 我覺得他真的是太有自信了 太是不是有加大 因為我覺得有自信之餘呢 我覺得人還是要那個有一點 帶一點謙虛 那怎麼辦 你要怎麼讓他改 需要改嗎 我現在 我現在就是跟他講說 我喜歡他對自己有自信的這個態度 可是我覺得說 在 年輕大一點 禮貌方面啊 或者是說話的態度啊 可以有自己的風格 可是就是 就是禮貌很重要 那他聽得進去嗎 重點 現在漸漸也越來越聽進去 以前年輕小的時候還會說 就是覺得我好像太囉嗦 現在他會聽那個 了解我想要表達的東西 剛好看 Oh My 來 開始我們現在站在正中央 來 站在正中央 我們先給媒體模板拍個照 來 我們先從左邊開始 左邊 每一台攝影機 動態的靜態的手機的 GoPro的 360度的 通通都要看 慢慢看到中間 正中央 正中央走到那位 是我們的大會攝影師 也多給他一個眼神 剛剛舉手這位 接下來慢慢看右手邊 還想看這邊 好啦 好啦好啦 真的是 來看一下 我們在廣告裡面看到了 我跟我女兒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穿這件 廣告管喔 就是這件 所以這個是 休閒西裝外套 休閒西裝外套 我跟你講這種外套真的是百搭 你看 多好看 你看 怎麼那麼漂亮 不要稱讚自己 不是 我剛剛真的沒看到 因為我剛剛一進來 只顧著要跟攝影機打招呼 好漂亮喔 真的很好看 跟我本人是不是差不多 然後你看 你看 哇賽 裡面換一個 換一個從襯衫變T恤 你看我氣質有多好 真的 然後我又可以就是很 冷靜能動 很可以沒水準 但也可以沒有氣質 動靜 可怕要沒水準 動靜皆宜 真的很好看 從左手邊 從左手邊的媒體先看一下 左手邊 拿下口罩 口罩可以拿下來 好 好 來我們看這邊 好 我們從這邊開始看 慢慢的看到中間 中間 太好了 我們再看一下中間好嗎 中間 來中間 太好的 10 10 enemy